這位行者 我們維俄帶著很累 他在唱獨角戲 所以幾乎上氣不接下氣 大家應該同情同情他 都發一點點聲音 那樂眾呢 那個麥克風一定要出聲音 因為這樣才能夠補 才能夠補的上來 不然其中一個只要換 那就斷掉 每個人都一定會換氣 因為一直唱那個吞口水 我個人的經驗是吞口水 有時候你如果想像的會見到 所以那個換氣一定要很緩衝 那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停下來不要念 吞完口水再念 這樣就可以 為什麼要有幾個 因為這樣可以互補 那如果只有聽到一個聲音 那絕對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聽不到聲音 你麥克風沒有放好 麥克風放得太遠就太小聲 放得太近就太大聲 那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我怎麼這麼大聲 其實是麥克風放太近而已 不是他真的很大聲 那這個人怎麼都沒有聲音 不是他沒聲音 是麥克風放得太遠而已 就顯不出大聲 所以什麼叫觀音源 就是你覺知當下 覺得應該怎麼調整 你就趕快調整 這個就是觀音源最主要的意義 就是我們去觀察 要造成什麼事 要什麼條件 這個條件多了什麼少了什麼 比如多了聲音太大了 那你就把麥克風拉遠一點點 那除了夜中有麥克風之外 其他沒有麥克風 我們就呼和 就跟著唱 不要唱在心裡面 不要唱到只有自己聽到 因為這樣會會一聲到 要唱就把它唱出來 那個唱的默念 或者金剛念 只有自己聽到 那在準備修禪定的時候用的 平常在供修 在早晚課什麼 不能用默念的 更不能金剛念 只有念給自己聽到 那個不行 不行啊 那個不如法 所以要一場很棒的法會 要大家一起配合 不能唱独角戲 唱得再好的 都不可能唱独角戲 你是要他漏氣嘛 所以我們就 常常就站在對方去幫他 幫他加分 幫他加分 那這樣就會很好 那有時候我們或許會覺得 他唱的調 跟我能唱的調好像不太一樣 那其實你可以用你的調 但是不要太大聲 只要你自己唱得順 唱得順 那事實上呢 只要你唱得順 那你也可以聽到 另外人的聲音 那個就是和聲 其實和聲有時候 你不一定要懂 你只要唱出來 加進你的聲音 它是很和諧的 就叫和聲 所以和聲 你看那個布隆族啊 他們有八部和聲啊 只有七個音 怎麼會有八部和聲 那事實上呢 雖然只有七個音 有無窮的音 每一個音都有半音 半音還有半音 一個音的半音是和聲 半音的半音也是和聲 所以和聲無窮 不是只有八部 我們如果懂音樂 懂物理 你就曉得 哇 這裡面其實很精彩 但是呢 那個不穩定的聲音 如果太大聲 會破壞和諧 因為你這個聲音 本身就不是和弦內音 它就是不穩定的 你一大聲以後 就破壞那個穩定 但是你如果小聲呢 那會很美 因為穩定裡面還掛一些很漂亮 很漂亮的東西 就好像樹葉上 掛一些水晶燈啊什麼 它不是樹葉 但是它可以幫它加分 但是如果一棵樹 一棵樹木的樹木樹苔 你掛一大堆水晶燈 又粘整 所以 這個就是因緣 其實我們都可以覺得 因緣很難 很難 很難懂 其實 隨時隨地 都在因缘里面 譬如说你的五根 对五成 这个就是因缘 如果把你的五根当因 那个五成就是缘 缘就所缘 所以这里面因缘就这么看 你看在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你就去调整 就去调整 譬如说你本来是要看书吧 看书那当然要灯光嘛 结果灯光不是照在你该照的地方 灯光对着你的眼睛照 那当然你要去调整灯光啊 你不去调整灯光怎么看 怎么看书 所以其实懂道理 什么事情都很简单 不懂道理 然后无一波无什么路易 甚至越无越厌重 因为你不知道 是要怎么去调整 你不晓得应该要怎么调整它 那这里面当然都是要修持 修持就透过你的实践 去做 然后慢慢修整到最好 也没有说一次到位的 我们没有那么厉害 那你就慢慢修 好像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好 那就对了 你说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差劲 那当然就错了 这个也是要保持绝照 看缘起 看当下表现出来怎么样 这个叫做心能转静 静界是靠你的心气调整的 那如果你心被静绑架 那要心随静转 是他主角你变成被动的 那就是凡夫 凡夫都是不得已 那不得已自以为自己是主人 其实你是完全做不了主 还以为自己是主人 而修行者呢 他不是要做主 但他这里面 他变成主动的 他在这里面可以调整 所以叫修行人 修行人是会调整因缘的 所以 这些很浅的观念 你如果不懂 只懂那些好像很深 其实一点都不深的 因为那个很深的是 因为你不懂 以为它很深 以为这个很精彩 你若懂以后 觉得这个都很平常 所以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才是道 执心才是道 要在那边扭扭捏捏捏捏捏 是这样好呢 还是那样好 常常有犹豫的心的 其实都不太好 就是肯定 那个很稳的心没有 这时候你就要调整一下 不要一直保持不肯定 怕怕不大 你再怎么厉害 都怕怕不大 都点不出来 那有些什么不大 像我从小 就让我阿姆叫我甘胸 都叫我甘胸 我什么都不怕 什么我都不怕 连那个蛇啊 以前我们前面那个 上我下一辈 他在捏铜铃 捏针嘛 我那个海滨嘛 都去沙滩摸这些东西 后来我也都不怕 也都会胜 也都会胜 所以 那个甘胸 甘胸 甘胸 就是你反应很快 他要给你 就手 就叫起来 你怎么会我甘胸 但是你别人都不敢去碰他 我们有保护 我就去碰他 他就说我甘胸 其实是我 宅大不是甘胸 甘胸 就是说 按下去就会与他 甘胸 所以 我们 总是不要 心里太客气 有时候 有时候修养 会变得太客气 那就不是修养 过度了 过度了 有时候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时候不好意思 不会啦 还是什么 其实 不是 你不是不会 是不太敢 不是不会 那 有些人是过头了 其实他不会 但是他很敢 一出手就烙腿 所以 这个 这个也是 忠道 要调整 忠道就 不过也 不会不急 不过不急 只有忠道 忠道不是 哪一点 忠道有 无穷 无穷点 就好像 我刚刚讲 那个和声 那厉害的 他切进来 无穷点 他会 随着他的音域 去找他适合的点 不是一定要唱什么 这个虚空里面 哪一点应该什么 没有哪一点应该什么 每一点都可以 有无穷的可能性 变化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摆设得很好 就很棒 就好像一幅画 画得好是什么 里面的线条 色彩 内容都很棒 所以你一看就被那吸引 那本来是一张白纸 那靠什么 经营出那个 靠一点一画 靠那个画者 精心的布局 那你的世界 要变成一个精彩的世界 靠你精心的布局 所以 当然我们 前程很好 今天拜这个 明天拜这个 今天念这个 明天念很好 因为你不懂 多学是好 但是学半天 如果没有去把它学到 什么叫学到 变成你的东西 我们拜佛 你如果永远拜佛 你可以成佛吗 我那天看电视 现在有那个什么 打广告 都要前流 打个广告 念佛成佛 念佛成佛 打广告 都是一句一句短短的 但我看起来没有一句对的 我看起来没有一句对的 他还打广告 这个就是莫名其妙了 念佛跟成佛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念佛成佛 它有什么关系 如果念佛就都可以成佛 我们老早都成佛了 我们天天念佛 为什么都没有成佛 所以不是那个样子 那个根本就误导 又发钱又误导 福报太大 钱太多没地方发 所以 现在佛教界中 充满着莫名其妙的作为 跟思想 那个跟成佛完全无关 他只是成佛里面一个 真上因 不是根本因 是真上因 不是根本因 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弄清楚 那就变成本末导致 其实它是末不是本 但这样一说变成它是本不是末 完全不对 完全不对 什么时候佛跟你讲说念佛成佛了 你拿经典来 三藏舌部你早来给我看 什么时候佛开始念佛成佛 所以 莫名其妙 因为有人敢这样说 你就看了就敢这样信 敢这样信就敢这样做 只有做半天不相应 因为那个道理是歪理 根本就不是正理 所以 当然我们不管他是谁 就是论事 不管这句话出自谁的嘴巴 为什么 佛也告诉我们 那就三法印来印证 是不是我说的其实也不重要 但即使我说的要用这三法印来印证 佛绝对不会跟你讲什么常 因为佛只讲一切无常 但是讲那个常 就讲那个不能讲的 因为只要能讲的 诸法无常 一切法无我 一切照做无常 诸受是苦 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涅槃 寂静的时候 那什么是寂静 一切寂静 一切的根本在哪里 一切根本在你的心 因为心是根本因 这个地方如果真寂静 就是涅槃 寂静还有贪嗔痴吗 当然没有吧 当然没有贪嗔痴 所以 这个一切都止息 那一切都止息 是不是就死掉了 不是 你心真止息的时候 心没有妄念的时候 这些心是如来障 如来智慧得相 它自然就会随眼显现 因为没有污染 没有造作 没有意识 在那边骚动染污 所以慢慢那个空性 清净性的功德 就自然就显现 所以千万 学佛千万不要 把道理搞错了 那你根本就不是在学佛 是学你以为的歪理 那学人家 讲起来好像有点 所以那个 不管是僧文 还是菩萨 都不能讲相似法 就看起来好像是 事实上不是 那个最糟糕 因为相似我们常常讲 假货 永远不是真货 真品 就仿冒的 永远不是真货 那真货 即使是再旧再破 它还是真货 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如果弄不清楚 很危险的 很危险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不管修什么 其实到最后都是要回归自信 都要回归自信 所以不管你念佛 你礼佛 你送仪轨 你持咒 到最后都要回归自信 如果没有回归自信 等于是你的身体外面 穿一大堆 好像漂亮的东西 对你不争不减 对真正的你不争不减 对你的外表 或许有争有减 比如我们说 这个人很虔诚 这个人很精进 因为他看到你的外表 但是有没有精进 有没有虔诚 你才知道 你受用了没有 你是不是这时候 真的心很虔诚 这时候心是不是真的很纯净 很精 一点都不杂 而且是往菩利道 往那个究竟的路上在走 只有你知道 不是要做给人家看的 所以我们修行 真的是不要太去管别人 不要太去在意别人怎么样 而是随时注意自己 有没有站队位置 有没有做对事情 有没有对 就是你扮演什么角色 就要把那个角色扮演好 因为我们已经上场 不要太客气 不要怕 我们太客气 从你的所有动作里面 都表现出来 比如说打也不敢用力打 走也不敢用力走 讲话也不敢用力讲 这个都是太客气 要慢慢调整 事实上那一天 我跟他们志工讲的时候 也有提到这个 我们从小的教育 有家教的家庭 都教你 要很客气 所以这些很客气的人 都是有教养的家庭教出来 但是不是好事 因为这些有教养的家庭 教出来的小孩子 应该是要在社会上 扮演领头羊 但我们因为太客气 所以永远躲在后面 不会站出来 不好意思站出来 结果那站出来 都不是有教养的 都不是领头羊 都不是应该的领头羊 就像现在我们选出来 立法委员一样 根本就莫名其妙 一点常识都没有 但是他在那边大叫 鬼叫 所以一样的 真正有学养的 他不会去扮演那个角色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不幸 真的有能力的不上台 上台的没有能力 就糟糕了 我讲不是全部 就是说有部分 那些又特别大声 因为他没有修养 他没有教养 他没有是非 所以就是特别大声 所以这个当然都是 我们要去调整 那调整怎么办 把它欠击掉 把你罢免掉 就这个样子 所以有贤击钱也一定要罢免钱 为什么 贤击钱是我们授给他权利 罢免钱是我们剥夺 我们收回我们付给你的权利 那这个也一样 我们有作为的权利 当然也要有改过的权利 我做了 做错了 改正吧 你若不改 那就继续错了 就这个样子 所以罢免权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我们共同存在的麻烦 我们要答应人家的时候 很大方 要拒绝人家的时候 很小方 这不懂 明明应该拒绝 但是不懂的 也不好意思拒绝 那事实上答应你 反而要很小心 因为你答应的时候 你就要负责 所以答应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但要拒绝的时候 要大方一点 因为这时候 你感觉你身心已经不愉快 你就切断 我肯定不好 肯定这个是不好 知非吉利 这个佛老嫂就教我们 知非吉利 不要在那边犹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就继续受苦 继续被折磨 不是被对方折磨 被你的不好意思折磨 我讲话都直接讲 你不好意思 是你自己在折磨自己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如果懂道理 其实真的修行一点都不难 知道对就做 知道不对就停 就这样而已 我们谁都会 但是一弄到修行上 就不会了 那两条路 都可以到达那边 你会选一条很危险的路走吗 不会嘛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都很有智慧吧 那为什么一弄到心里的问题 一条可以让你很愉悦的 一条可以让你很痛苦的 你不会选这个愉悦的路走 这个我就想不懂 有时候就想不懂 那就是我们的习气 我们错误的思想模式 这要改过来的 修行先从改变你的知见开始 因为心里如果没有修 思想如果没有修 什么你都不能修 因为你都用错的在修嘛 你用错误的思想在修 怎么会修对 所以先要把思想弄对 思想只有你的起心动念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你安不安 你是不是喜悦的 还是不愉快的 这个你自己知道 自己应该很清楚 那当然我们就要选 对的这一块 对的 对的就是善 善有善报 善报怎么说 善报就是让你生清心安的 就是善报 善报是什么 让你身体负担压力紧张 心里面不愉悦 那就是负面的 就是善吧 善跟善其实很容易检验 但是呢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无忌 无忌不能说他善 也不能说他饿 如果你一天到晚 身体一直跟你充电 你会爆掉 那一直伤你 你会死掉 当然所以用很多无忌来调整 我们的身心吧 所以无忌不是坏事 但一落散热你就要小心 在无忌里面 没有散热嘛 没有业力可得 没有苦乐可受吧 OK啊 但是一落到善恶苦乐之后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真的是要诸恶莫咒 众善奉行 所以一样 其实我们的 我们会觉得我们 一天到晚都要想东西 其实你如果真有开始在修 提起你的绝照 看着你的五蕴 你会发觉 第一个你会发觉 你有妄想没错 但第二个你会发觉 不想的时间 比想的时间还多 那不想因为是空 想是有 你只会注意到有 你不会注意到空 不是空不存在 所以我们虽然讲说 一字流 一坛纸就多少生灭 那是一种描述 真的 那是很细微的东西 但是你真去看它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出去 你都只有看到有 对不对 那有在没有里面占多少 占多少比例 大家想一想 我这样看过去 就拿我们这个房子来讲 这个房子撑起来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有吧 它有里面是空吧 它真有多少 你把它打掉 它一扑土 一堆就那么多而已 大部分还是都是空 但我们只看到有没有看到空 只说有没有 不晓得还有空存在 所以逼得自己好像没有出路 好像就被什么绑住了 其实你在一个很大的空间 你还觉得自己被绑是因为你不懂空 你只在乎这些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 然后去大疗 大疗建议跟他们上课 我们说 我就跟他们讲说 虽然你现在是关在了疗房里面 你若一天到晚想出去 你就会觉得这边 把你绑得紧紧的 但是你若晓得 真正的自由 是你的心 心 这种东西都绑不了 心生出一个牢笼 把自己关在里面 那现在我即使关在里面 我不把它当牢笼 它就不是牢笼 所以这是我从小 还要被人家罚贵的时候 我就悟到了 他们认为罚我跪是一种处罚 然后我跪在那边 我打我的妄想 我玩我的想 一点都不觉得 因为小孩子 也不会说跪一跪脚就麻 那时候脚都很软 所以跪根本是一种享受 哪是被处罚 我完全没有被处罚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很疲 很疲 因为我有我的想法 你们认为怎么样是你们的事 我认为怎么样是我的事 所以应该说从小就很自我 那个自我当然是自我解嘲 自我解脱 不管你怎么处罚我 我若不接受 那处罚我都不受 印象很深的 有一次被打 被老师打 因为太离谱了 他真的打得很重 我一声也不叫 他打得再动 我就是不反应 那个老师就一打一声起 到最后投降 他投降不是我投降 来比啊 比看谁撑得久 我只是皮肉痛啊 你心快要爆炸了 所以这个是有点开玩笑的 提出来给大家思考啦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客气 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实力 没有适度的表现 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浪费我们的实力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边 大家一起在共修 你会唱嘛 你把它唱出来 哇这个 这个殿堂里面就充满着你美妙的声音吧 那你其实可以唱得很好 你不唱 你那个美妙的声音就被自己封死了 那这时候是应该是要供养三宝的 供养法界众生 结果你把自己封起来 那不是很可惜吧 太可惜啦 所以我还是主张 你只要到殿堂 就应该要出声唱 第一个你可以唱得很愉悦 第二个你可以跟法界互动 那你唱得很愉悦呢 可以舒展自己的筋骨 活络自己的气血 我们为什么大部分的气血都不太好 就你都没有让它活络 没有让它活络 其实随时有机会 就应该让你的气血活络 那最简单的当然就唱歌啦 唱唱歌 那我们最简单就念念经嘛 那一天几堂的功课 你就好好唱 就气血唱通了 那现在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都出家以后身体不太好 那个生活习惯不好 不是出家生活习惯不好 是你在出家的生活习惯里面没有养成好习惯 没有去跟它相应 那是有一年 法谷山 法谷山 他们每一年都要办 全国性的水路 什么那一类的 他那时候是交给成大艺术研究所一个教授 那个教授跟我很熟 他常常会带学生 那时候我还在家嘛 都会常常带学生 带他的研究生去我那边 就请我帮他们上课 那他就邀请我去法谷山 那一样 讲完以后 那个法谷山的维挪就来找我 他说他唱颂 他当然唱得很好 那他觉得唱得很累 问我要怎么样才能不累 我就跟他讲说 呼吸要调好 心态要调好 心态调好 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差事 当成一种喜悦的事 我唱这个法会 是要供养法界 供养诸佛菩萨 你一开始那个动机如果很正面 你在唱他的时候会很高兴 还有另外一个当然 声音是要呼吸来调控的 所以一定要学好呼吸 那我就教他换气的方法 怎么换气 你如果不会换气的话会很累 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懂 你质很好 质感很好 但是那个方法 如果不到位的话 就会被卡住 就到某一个程度 你就上不去 所以还是要精益求精 不断地深造 不断地深造 那每一个人 不断地深造 不能跳起 如是阴如是果 什么阴言就献什么果相 所以不可能说突然就跳到很高 跳到很高 偶尔很高 但是你真正的实力还是只在这边 马上又回来 当你渐渐慢慢慢慢跌到那边 堆跌到那边 就是稳在那边 所以公布堂卷 还是要不断地下功夫 那么我们学佛 什么叫学佛 学到我们身口意都慢慢地接近佛 越来越接近 不是越来离越远 你们发觉 很多学佛的 他出来的动作 他讲出来的话 他起心动念 都跟佛完全相违背的 那你说这种人学佛学得成吗 他说明明相违背 我是学佛的 我的做法 我的行为都跟佛相违背 你不赶快去把它改掉吗 所以不是 我们到底不是人非圣贤 我们也不是佛 但是我们一定要朝对的方向 用对的要求来自我要求 不要让自己一直在低层次 我们再讲一点 我们出家人 是以天人师自居 对不对 天人师自居 你有这个勇气当然很好 有这个认定也很好 但是要当天人师 你人都做不好 怎么做天人师 所以用这个不是自我在那边标榜 是自我要求 人家给你这样子的标签 你要符合那样子标签的要求 所以当然我们对自己 苛刻一点是好的 因为如果对自己不要求 别人要求我们不会服气 让自己要求会自己接受 因为自讨苦吃是我的事 这是自我挑战的 这是我的事 不是人家强加在我身上的 所以很多东西到最后都要晓得 那个绝朗派有一种说法 叫做他空 他虽然空 我存在 如果我不存在 一切都免谈 但是这个我不是现在我们的认知的这个我 但是也不离这个认知的我 认知的我是 这是我的身 起心动念是我的心 这个不离那个我 但是这个我呢 其实缘起的是 心习来的 是无名包装来的我 他是空的 你真的去找他吗 你真的去探讨他 会发觉他真的是空的 但是那个我从来没有消失 那我是真的 所以佛陀的那个我 就是自信 我就是自信 自信才能安上这个我的名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是把这些当成我 但里面通通没有自信 所以那个你那个我是空的 那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我是空的 然后又把这个我不断的扩充 不断的融在外境 把外境也融进来 那你这个我是很圆满的 很自在的 很丰富的 所以当然 现在我们都要讲到无我 事实上 那是一个提醒 不要随便安上我这个假名 那事实上 若没有我 谁在修 修什么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 就希望这个我圆满 对不对 希望这个我跟佛一样 你会说 没有我 谁跟佛一样 谁跟佛一样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用假名 假一个名称 但是所有指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连我们这个起心动念都没有 那到底要怎么修 所以你 真正的你到底是什么 当然就当下身心的显现 所以一个不晓得提起绝照的 一个不晓得自我要求 自我见证 自我提升的 你说说要修什么行 要怎么修 所以真正的整个 佛老早已经讲清楚 那个我是本具的 就是你的自信 你的自信是什么 说到底 它究竟就是空 那为什么空 还有这个我 因为里面有明的成分 如果真的是空了 连这个我都生不起 它有明的成分 所以可以显现 可以变成能 光照 当然你不需要说认为我在照 当然你只要真的有光 那就有什么东西 都会清清楚楚 所以那个明呢 就可以变成什么都很清楚 什么都显现得明明了了 这不离空性 空性不离明性 听不懂我就没办法 很多人跟我说 你讲什么我听不懂 OK 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这么把我理解 我觉得应该你可以听懂的说出来 那你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那一样的修行 修半天 修半天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心胸 扩大自己的哑量 结果弄半天 都没有 然后说怎么修啊 要怎么修 事实上 先问 你有什么要修 接着下去 你已经气得一塌糊涂了 还不用修吗 你已经很难过很痛苦了 还不用修吗 这难过痛苦从哪边来啊 从你的无知来啊 从你不如理的反应来啊 还不用修吗 所以很多东西就 我不懂 对啦 不懂没错 修不来也没错 但事实上 事实上是你根本就不肯修 不是你不会修 也不是你不懂 你就不想改变 好像改变你的喜气 就对不起你一样 那修行人刚好是相反 不能对得起你的喜气 要对得起你的现行 你当下的行为 要对得起自己 所以现行可以改变喜气 你就不随着喜气 用正念 用正行 当下那个现行就正确的 你如果尊重你的喜气 那完了完了完了 你现行一定都有喜气推着你动 那你怎么修 所以那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喜气是喜气吧 你的本来的自性是本性 你是要依你的本性 还是依你那个虚妄 那个无名所养成的喜气 应该你很清楚啊 那个你的本性是什么 就空跟明啊 好 现在喜气现前啊 好像有啊 但你一提起空明 就马上召见喜气根本就没有嘛 这么简单不会修 这我也不太懂啊 我也不太懂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么清楚 那为什么有些人说不懂 有些人说不晓得怎么修 而且他所谓不晓得怎么修 是一直坚持在他的习气业障里面 坚持安住在那个境界里面 那他也想修 但是他不愿意用对的方法修 他宁可用那不对的继续犯错 那你说他怎么修 所以没有办法 OK 嗯 啊 忍